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十二年他怎样尽孝并如此坚持不幸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播出生死约定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在西陵辖畔的湖北省紫归县电力局 有一位名叫李元成的普通员工 他曾经先后被评为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2008年感动中国候选人物 拥有诸多光环的李元成一直强调说 自己只不过是在遵守一个约定 那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约定 让李元成坚持了三十二年之久 在这份坚持的背后 又隐藏着哪些显为人知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这位三峡好人李元成 今天李元成起得很早 因为清明快到了 他要去给一位过世的战友扫墓 以便战友的亲人前来祭拜 从1980年起 三十二年来 李元成的这项工作 从没有间断过 这位与李元成生死相隔的战友 名叫傅贤根 他们之间的故事 还得从三十七年前说起 1975年 李元成和傅贤根一起入伍 并分在了同一个部队 因为同事自归老先 让人很快就成了亲密好友 所以我们两个人 从这个年轻人员的人或是亲密好 主要的担心就是自己的父母 他就陪我讲了一页 讲一页也就是说 既然我如果万一还死了 我们的父母怎么办 他就说反正我们两个人哪个死了 我做了一个 为其就要待会照顾自己 对方的父母 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李元成没有想到 很快就听到了傅贤根 牺牺牲了消息 当时我不相信 地球不相信 因为我们才分手几个月时间 这么一个旋復生命 说明就没有了 其实地球不敢接受这个事实 1980年3月 李元成退伍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 紫归 他没有回自己家 而是第一时间来到了傅贤根的家里 他向傅贤根的父亲傅成信 母亲刘可英 说起了自己和镇友的生死约定 并表示 从今往后 他就是二老的儿子 从那时起 他开始了对二老的照顾 到现在 已经持续了32年 如今的李元成是紫归县电力公司周平供电所所长 负责紫归九晚西山区的电力工作 由于山区交通不便 电力设施维修起来非常麻烦 为了保障山民用电 李元成和同事们经常要对山区各个电压器 进行检修维护 这儿的任务主要是开光轨建修 一个是大家注意安全 把电厅好 具体负责是小文旗和周的家 主要是把这个经营 就是严点和没的点把这个经营 把这个经营还得行 把实力 来 打点工 打点工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 李元成和妻子行足柜给父亲跟他父母买了些东西 准备去看看二老 这样一起吃 樱线 没有 他只在只是当家的人 每种一天吃 一吃一些活 一天一吃一争活 这个小个怎么样的 小个蛮好 离元城回到子龟是26岁 正是结婚的年龄 于是亲戚朋友给他介绍了不少对象 但离元城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今后对方要和自己 一起照顾傅仙根的父母 一听说这个多数人都纷纷摇头 直到他认识了熊祖贵 熊祖贵现在也已经下岗 李渊成还有两个女儿 生活负担很重 但是这些年来 他们为二老买米买油治病送药 一次都没有皱过眉头 傅成信和刘可英逢人变化 自己的儿子儿媳 真是比亲的还要亲 有一年刘可英生日 夫妇俩人满心欢喜地带着礼物 来到傅家给老人祝寿 没有想到这一次竟吃了闭门羹 因为我每天在他生儿地去 看一看 这样他们从今天 我有儿女都 两个儿子都不在了 问他一下 他感觉我还是用这个角色 真不是说我跟他打了多少东西 但是两个老人呢 他就不得帮我花费了 他就发每一首多了 即便如此 知读的李元成并没有打到回府 而是一直等到天黑二老回家 从此以后 老人知道李元成夫妇 是铁了心要孝敬自己 感动之余 也就不再劝足了 坐lit 现在我们在第二天 下次再见 再见 晚上 先看到 这样也好 我这事很好吃的 好吃的 好好吃的 好 我这事今天 lod gold 我这事刚��的油 还有油 这个油 蒸鞋啊 看那儿皮子吃的什么油 我还点吃奶油 那个是蒸鞋啊 这是一天一块 这个油 它烧小锅嘛 好的 那的好 那的把柠檬 那儿皮子吃的是不是高油 那儿皮子吃的是不是高油 那儿皮子吃的高油 那儿皮子吃的什么油 没好哦 没点小锅 是布兰木棕 布兰木棕 那天一疯得掉的 也不得掉 不不 天心的 不得掉 不是 天心的这个吃的皮子 刘可英身体不好常常住院 2003年 刘可英患上了胆结时 经常疼得遮不起腰 李元成知道后要送她去医院 但刘可英死活不肯 她知道住院不仅要花很多钱 还会给李元成夫妇带来更多的麻烦 最后李元成又是把老人背到了医院 她在这里安排好大院里住了 把钱还交到她 把钱还交到她 她就叫她的媳妇天天给我送饭 这里点水啊 在她家的短饭里啊 给我拿油和火啊 弄海水啊 修律上都搞啊 样子都疼啊 她有媳妇就照顾 她搞那么两天的人 她又请家回来看看我 我在那里 那里住十几天员 住在那里她就来的 就去看看 那妹妹都是那么照顾的 那她照顾的照顾都 那妹都买过来了 当时李元成还在乡里的电站工作 骑摩托车去医院得花上两个小时 虽然熊祖贵一直片刻不离地陪着刘可英 可她还是放心不下 只要一忙完 就骑着摩托车去医院照顾老人 有一次天色太晚 山路又不好走 结果李元成不小心摔到了沟里 因为担心刘可英责责 这件事直到今天 老人都并不知情 贴完膏药 刘可英让李元成给老伴也贴一张 原来 昨天傅成信砍柴的时候 由于背的柴太重 一不留神从山坡上摔了下来 关心的事只是扭了腰 并无大碍 老人本来怕李元成担心 不愿意说出来 但直到这件事后 李元成二话没说 就往后山走去 这件事都要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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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需要看着 来 灯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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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完 这个地方我看一下 好多 太危险的 太危险了 过来抗菜枣了 那这也不能够 万一没有菜枣的 那跟我们说一声 抗完柴 离原城又往屋内走去 这个老人 原来都喜欢拉耳和吹笛子 因为现在时间长大 不知道还行不行 我拿下帮他修一修 也原来搞过 我也会拉 我也会吹笛子 我也会藏 好多年没有拉耳这个了吧 他这个儿子一颗心里不通常的 所以就没有时间搞他了 那原来他两个儿子还在 我们全家人都拍摩戏 除了 那个时候说大得成的 才说成的 开大火我们就上台演戏 1995年 傅家的二儿子傅仙强也参加了工作 成了一名普通的店里工人 他是两位老人剩下的唯一希望 让而不幸 却再一次降临了 我这个第二个儿子的 加高阳县 他是个县路主的组长 最不好搞的 他的组长就担任 他就发 他说那我可以加 这个书记的就说 我们要带店不准停店 他就说那我爬上去 来加这个高阳县 我可以搞个不准停店 后他晚上和他家 接他两根 两根十 三根十 接的时候 那个店就把他打滚了 下来 就没干净 干净 干净 掉下来 就不行 傅仙强的死 让二老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面对这样的不幸 李元成把傅家所有的担子 都压在了自己的肩上 他照顾起老人来 也更加细心 他不仅希望老两口生活上过得好 也希望精神上老人们能开心一些 所以李元成希望 这把二胡 能让傅成信充实以前的爱好 我们应该还有个马子 嗯 搅东西 搅东西 换个鞋 换马尾 看来 门上是 好多年没拿的 连连都坏了坏了 这是个鞋有点问题 那你那里没有熟熟 你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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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不出来的 好 皮子不脆 小小姐 哪里大的问题没得 就是我们来帮忙修 修好了再拿一个我们听 好 好 大问题没得 好 来 好 好 每次来李元成都会屋里屋外的不停的忙活 其次凶足柜也不闲着 来 来 喝点酒 喝点酒 喝点酒可以的 好 好 炸的 喝点酒可以的 喝点酒不要去 好 再炸一点 好 再炸一点 好 好 再炸点酒 好 这晚饭,李元成夫妇准备回家的时候,二老拎出了一些祭奠的东西,他们本来打算亲自去给儿子扫墓的,但昨天,傅成信砍柴伸了腰,只能拜托李元成夫妇,替他们去一趟了。 老招友啊,对不起啊,今天父母年纪比较大,没有来,我代替老人家一起给你打烧打香,两个老人现在身体都很好,你安息吧,我会征所我们的落定,为你照顾好父母,你放心吧。 优优独播放 整个拍摄过程中,李元成一直都很拘谨,他觉得自己和妻子做的都是儿子儿媳的分内事。 李元成说,如果多年前从战场回来的是福千根,他也一定会像这样去照顾自己的父母,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死约定。 其实早在2009年,因为担心在村里看病不方便,李元成就提出过要接两位老人到县城来住,可是二老怕给他添麻烦,所以就一直不同意。 这次,傅成信砍柴时遇到意外,让李元成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老人接近家门,不让他们再受任何苦。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当年的约定,更是因为三十二年来,他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两万多红军烈士为何会长眠在巍巍大发山下,十四年默默守灵,他与烈士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渊源? 法师仔慢慢寻清,何时他们才能实现尽此寿愿? 和平年代下期为您播出,跨越时空的相见。